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过自己一个剧团叫做密列者 密列者剧团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剧团叫做黑眼睛跨剧团 你看这么多身份 当然都还是在文学艺术界里面 那你自己真的认定 比较认定自己是诗人吗 我其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反正你什么都可以做 对我觉得这些都只是一种表达工具 文字也好 影像也好 或者剧场也好 那我刚好学会了这些东西 所以当我有什么东西想要表达的时候 我就去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表达方式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的在创作 我也没有考虑过说 什么时候文学多一点 什么时候艺术多一点 我就是跟着这个时代走 也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那走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对文学其实没有一个目标的 并没有一种使命感 没有 完全没有 但是呢 这么多年来 我记得你出过至少十本以上的诗集吧 就是个人诗集九本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诗选集 是诗选集九本 那最近又出了一本叫做跳浪 对 像我儿子都是去冲浪 那你为什么叫做跳浪 跳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儿子还不满七岁 他还不会冲浪 他只会跳浪 就浪来了 浪头来了 他就跳过去 跳起来 这个叫跳浪 对对对 蛮有意思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次你的这本诗集 又跟你以前 大概三年前出过一本《乐天岛》 对 然后再久以前我访问过你呢 那时候是叫做《暴明之歌》 那本诗集 对 那所以你几乎大概每三四年 总会有一本新的诗集出现 对 这几年单就写的比较多 是啊 对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年纪到了吧 就对什么事情都有意见 什么事情都有想法 然后也有想法 当然就写是最快的 那这一次这本《跳浪》里头 其实跟以前几本的内容 或者风格好像有点不一样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跳浪》其实它分成几集了 那么第一集主要就是我在养小孩的经过 你看这句好像是以前比较没有的 没有第一集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爸爸的心态 慈父啊 充满了慈父的胸怀 这是我们以前比较少看到的红红 对 其实很多诗人都当过爸爸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频繁的看到他们写自己的小孩 或者养小孩的经过对不对 比如说我蛮期待罗志诚能写 他有啊 他不是宝宝之书吗 对啊 那谁想的宝宝是谁啊 宝宝也可以是情人 情人啊 对啊 好 你这摆明了就是为 就是给儿子的情书 对 所以第一集你的这个跳浪的第一集就叫 定义与想象 对 然后呢 因为我觉得 大人都在给这个世界很多定义 应该怎么样 什么原则如何如何 但是小孩来就是打破所有的定义 他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想象 所以定义与想象其实就是负与子的意思 哎呀 这你不说谁会想到呢 我就不说 好 定义与想象 小孩就是可以打破各种定义的 对 但我还是很好奇哦 因为你还是写了一个叫做诗的定义 对 然后我就想哇 红红终于要解说明他的诗的定义是什么了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诗吧 在第 要先念一下吗 好啊 那就请你念嘛 我念 对好 请你念 好 那我这样我前面引了一个那个雷石鱼 那个里面 对 好他的一首诗叫《诗人节那天的两行》 而我啊多年来已成为一个无歌的吉普席 Gipsy 好 当众人将毒药当作解药 《诗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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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种见证 那对我来说诗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从饶嚷城市当中 稍微后退一步 它可以让你看清楚这个世界一点 也可以让你保有一个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品味一点 那么第二集呢 有点感伤 叫做平生魂 可不可以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杜甫的那个梦里白 就是孔非平生魂 路远不可测 从那里来的嘛 那所以平生魂就是说 我们在世界上都有过一段生命 都有过一个精神在那边 那我自己我所遇到的 不管是我可能读他的书 听他的音乐所心仪的人 或者实际在生活中间交往的人 当这个人消失了 那我就很想为他写一首诗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 我写了很多朋友 在这段时间里就是 其实朋友纷纷离去 那过去这几年真的很伤感 你每天早上起来打开脸书 我都很怕看到一个新的消息 真的 对 尼英石啊 吴凤鹏啊 然后还有很多你很欣赏的 像管管啊 对管管 对 你们诗人的老前辈 对啊 还有你写了很多 绝世乐歌手 七等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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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真的 过去这三年等于就是说 疫情的三年 对 2020开始到现在 已经历时将近三年了 对 那这三年当中真的有很多 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或者像你说的 我们听过他的音乐 看过他的诗词 或者是跟他有什么交情的 很多人都离去了 对啊 嗯 那这其中蛮特别的 你要不要选一首来跟我们分享 那我就念一首讨花词 再见管管好 这送给管管的 好 那因为我这一集里面 也写了一些绝世乐的乐手 因为我这几年 就是我在学萨克斯风 我在学绝世乐 所以听了非常多绝世乐 然后也对很多 这种绝世乐的乐手 他们的生病的看客 有非常多的感触 所以我也写了一些这样的诗 那这一首写给管管的桃花词呢 前几天有一个香港诗人 叫昆南老诗人 那现在住在台湾嘛 他读了这本诗 他自己去买了一本跳浪 然后他读了之后 他就说他很喜欢这一首 写给管管的诗 因为听起来非常的爵士 非常的爵士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我来试试看 理直气壮的来 理直气壮的飞 理直气壮的写诗画画生孩子 写诗画画生孩子 理直气壮的紧抓月亮不放 这他奶奶的世界欠你很多 你没欠任何人 一棵树站在地平线上不动 一匹马跑到远远的他方 根本就无升天的可能 你一面嚷嚷 一面像一缕烟一样 往天上飘 到了来个电话 所以那些星星真的是你表弟 所以那只蝴蝶真的来自你家乡 所以你胸口真的有一朵太阳 难怪你到哪 春天就到哪 在人人戴起口罩的日子 你把自己烧了 给我们看满天桃花 我们是开心 是伤心 你也管他娘的不管了 管管吧 管管 你知道我听你念起来 真的还蛮伤感的 因为也是好朋友 对 而且我就尽量用他的语气 他写诗最喜欢骂三只鸡 对对对 但是就对他来讲 因为他是山东汉子 其实跟我那个同乡这样 对 我本家是山东 那所以就可以感受到 他那种豪爽豪迈豪情 而且他本来就是军人 而且是被抓兵过来 对对对 但是也可以说 他也活得非常的丰富 非常敬兴 对 然后一直到他年纪很大了 常常我们举办一些艺文活动 他都还很高兴的来参加 对对对 非常热情的 应该也是人生武汉了 然后桃花瓷 好 我们放下这个伤感来看看 有一点愤怒的包底件 这个包汤的包 对 那我一看到这个包字 就会想到香港人包汤 对对对 这的确是一个香港人讲出来的词 是 所以这一集也是跟香港有关 就是跟香港的那个反送中 又叫反修例运动有关 雨伞运动吗 雨伞运动是之前 那这一波就是所谓的反送中 就是反那个修改逃犯条例嘛 那包底件其实就是他们那时候在运动的时候 他们有一句那种江湖术语就叫包底件 什么叫包底 就是他们会去冲撞 因为台湾不是有冲撞立法院嘛 是 他们有冲撞立法会 他们立法会的那个建筑就像一个锅一样 他们管那个叫包 所以他说 那因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必须戴上口罩嘛 戴上那些那种就是不让人家认出来的那种面具 他们就说等到以后运动成功了 香港改变了 那他们可以把口罩接下来 面具拿下来 大家包底件 回到他们运动的这个现场 以真面目 这些手足兄弟都可以见面 所以包底件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理想的未来的一个代表 总有一天可以恢复本来面目 然后理想也达成 然后我们包底件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理想没有达成 但是就是还是抱有那样的一个期望 所以这一期诗就是等于在香港的运动当中 我其实每天都非常关注 然后也有很多的情绪 我就写了这些诗 一方面也鼓励他们 然后也鼓励自己 然后最后也希望能够留下一个见证 然后希望未来我们真的能够包底件 所以是鼓励香港人的这个一整集的诗 那刚才你讲到戴口罩嘛 然后你刚才念到管管的诗 我忽然间泪涌上来 就是你说我们戴起口罩 你却把自己烧了 对对对 真的是就是在疫情期间了 对对 火化了 而且我记得那是最后 就在三集之前 管管的那个追思会 是最后一两天能够大家公众集会的 因为那个警戒子就是不能公众集会了 要进入三集警戒了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年 然后也开始说要与病毒共存 对 不过你的在下面一集 这个诗叫三集生活 对 想必是在讲我们2021年5月18号 开始进入三集警戒 对对对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写的什么关系 你讲一下你在这三年疫情之下 你的生活的转变或者想法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呢 活动受很多阻碍吗 对啊 当然活动受很多阻碍 然后在大学的课要改成线上 可是最大的三集警戒期间呢 最大改变就是 因为小孩不能去幼儿园了 不能去学校了 必须在家里 就必须24小时的 一周七天的 一个月31天的 跟小孩泡在一起 很累 那就必须想很多花招去带小孩 那之前就把往学校一丢都不管了嘛 那回家来才是我的 出去就是别人的 那现在不行了 就变成说 跟他能玩的都完了 因为整天关在家里 又不能出去 到底能搞什么 我又不能让他整天看电视对不对 所以就所有的花招都玩骗了 最后呢 我潜驴记穷 我就只好把一些 我不愿意在他那么小的时候 教他的东西拿出来教他 比如说我教他念唐诗 教他九九成八表 他两三下全部被玩了 六岁 那时候才五岁 他一下子 现在六岁了 诗人的后代 可以这样子 唐诗三百首一下就被玩了 对啊 然后他被玩九九成八表 他就要开始学厨法 我就说拜托你不要那么造学 我会怕 因为我其实希望说 我从来不觉得 要赢在起跑点上 我觉得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统年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根本不想教他认自卫 不想教他这些什么鬼东西 但是三级警戒期间真的没办法 我只好所有的家当都拿出来教他 其实我们在三级警戒期间 真的也因为活动受阻 对 然后就改变了很多人的参与活动的方式 最明显的就像视讯会议啊 对啊 或者是我们的演讲啊 对谈啊等等 全部都在线上进行嘛 对 包括那时候语音石先生过世 也是从美国跟台湾连线在纪念他等等 那听说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你猜是什么 就是银法族也开始都会上网了 没错 所以这真的是也改变了整个收听收视的习惯 其实就包括学校里面 最不愿意面对这些新科技的那些老教授 他们也不得不上网 不得不上网 所以这整个整个这个疫情改变的世界很多了 对啊 对于传播的方式啊 生活的方式啊 真的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那红红是从他跟儿子之间的互动呢 来记录这段三级生活 那我每次看你的诗集 都有一个感觉 好像你是一个台湾或者是近代史的一个记录者一样 就很多重大的事件呢 当发生的时候 你不只是用诗记录它 而且那些诗恐怕都是你人在现场 对 是不是 从报名之歌开始说起吧 对 其实如果真的要说 应该最早可能要从那个土质炸弹 土质炸弹 2006年的时候 对 小孩把奶瓶当成炸弹 对 但是土质炸弹其实写了当时我关心的就是整个世界的各种灾难的状况 那后来又有一本女孩玛丽与毕八少年 那那里面就写了一些跟社会运动相关的 然后后来是仁爱露离田 就是跟土地正义运动 那时候吴沈老师找我去参与了两场 算是蛮重大的土地运动的那个行动 包括反国光石化 还有那个反中科墙水 那所以我写了仁爱露离田 那后来到了报名之歌 其实主要就是写太阳化运动 那到了又下一本乐天岛 这里面就比较多的是一些 比如说同婚的运动 还有这个劳基法修正的运动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刘晓波的事件 阿伯放出来然后立刻就过世了 等等这些事件 那到了跳浪当然就是写 最近过去这三年的这个社会的情况 那我会觉得 当然这是一个记录 但是它是一个蛮个人的记录 因为真正的记录当然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媒体 对不对 根本不需要多一个人来出来多嘴 但是我觉得我想记录的是一种 生存的处境跟心情跟这个状态 我们在这个社会身中 我们每天的最重要的感触是什么 我希望把这个东西留下来 那这个也是诗它比较能够使得上力的地方 其实你大概是真正唯一用诗记录了这么多年 世界上发生过的很多灾难或者事件 然后你用诗来表达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并不是经过沉淀思考 然后美化 然后把它写出一个记录来的 对 而是有点是当下的情况 但是你也没有那么直白 因为有时候你在写一些这种社会诗的时候 会很愤怒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很直白的去讲述自己心中的不平 或者想要发出正义之声 对 但是你很特别的是 你的诗还是经过一种转折 转化 那个情绪不是那么直接的发出来的 对 是用比较倾向一种反讽的形式 对 比较用一种讽刺幽默的形式 对 因为可能我自己做剧场吧 对 这个我们也要好好谈一谈 就是说 你知道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跟观众说教 没有人想听的 那做剧场就是要让观众买票来 他以为是来娱乐 结果他真的娱乐到了 但是他也听进去你跟他说的教 真高明 对 他看完以后怎么觉得若有所思 对 可能在剧场里头痛笑了一顿以后 出来怎么觉得有点哀伤 对 或者就突然觉得 好像开始改变了一些 以往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那我觉得写诗也是 你不能就是把大门打开 直接就来演讲了 那绝对不行 所以通常我是有一种讽刺的 调侃的 或者是一种比喻的 或者用一些就是怎么说 带换成不同的人物 这是羊目最擅长的吗 戏剧独白的写法 我换成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物来跟大家插科打魂 但从这中间你可以读到 就是真正的一种心声 其实我看过有一篇访问稿里 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写剧本 因为你写了不少 包括那个什么少年杀二人世界 那会不会是你第一个电影剧本 就是杨德昌导演导的 我非常喜欢那个剧本 所以看到哇原来是红红跟他一起编写的 真的很敬佩 那你回答说呢 因为你写剧本是可以一个人画成多个人的观点 那你整个视角去看事情 然后我也看到有人说 你的诗常常有一种像电影的画面的转换 那所以这都跟你做戏剧很有关系 对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跟我同代的诗人 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我尽量都写具体的事物 具体的意向 具体的人物 情境 甚至还有情节 就在诗里面即使它很片段 但是它都是蛮具体的 那我不太会写纯粹抽象思考的诗 而且你也不太写太隐秘的 很多典故的 或者是很含蓄的 像你刚才念诗 其实我在问你说 第几页啊第几页 后来我发现 不用翻到那一页 就直接听你语 你听就懂吗 那你是刻意为之吗 当然我是刻意为之 应该是从土制炸弹那一本开始 我就刻意要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 诗本身追求的是一种诗意 那那个诗意通常来自于一种 就像亚璇老师他讲的 他说 炼字不如炼句 炼句不如炼意 炼意不如炼人 就是说你去 因为我们写诗通常讲炼字炼句 要把字句给浓缩给提炼 但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它反而造成了一种 你去让读者接触失忆的障碍 有时候我们太 在那些字字句句跟异象当中的迷宫 都到最后就迷路了 我不知道作者到底要讲什么 那我尽量把这个障碍清楚 就是对我来说 诗它不是墓地 它应该就是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应该带我们去一些更好的地方 不要停在这首诗上头 我也很佩服你一句话 叫做带一首诗上街头 因为你的参与很多街头运动 包括那时候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上街头 然后你会带一首诗去 也许是站在一个小木箱上 我不知道 站上去你就念一首诗 反合的现场或者是什么 对 那当然在那种场合底下 你要给很多人听 然后呢要在现场就读 那可能也因此你刻意的让它 是比较容易懂的 白话的 对 音韵也比较清楚的那种 对 所以应该说我是白居易的信徒 耶 我正想说不好意思讲 对 你没发现吗 我给我的儿子取名叫乐天 就是白居易的字 对好 乐天 乐天岛 对 其实乐天 就是说当然 我们现在也有乐天超市嘛 对对对 但是它的这个根源是来自白居易的字 对 日本有个乐天的球队 但是乐天岛这个也很有意思 它是讲说我们整个台湾人就很乐天 那也是用一种反讽的形式 其实是很白目的 不知死活 对不知死活 很乐天过得很好这样子 那我想问你一下 因为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筹备 主办策划台北诗歌节 那这个诗歌节去年是9月多举办 所以没有受到阻碍 对 那今年也会如期举行 我希望 应该是吧 因为听说我们国际书展也会如期举办 对啊 大家尽量的正常生活 对 那台北诗歌节其实不限于台北 常常邀请很多国外的诗人来 对台湾各地的诗人 还有国际的诗人来 当然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邀请国外的诗人来 但是在以往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邀请很多国际的诗人来 所以我们今年9月 应该还是可以期望你在台北中山堂 会有一个大型的这种诗歌表演演出 那你那个是很跨界的吧 对 通常就是跨音乐啊 戏剧啊 舞蹈啊 等等 就是用这种种方式去表达诗 对 当然有诗人的朗诵 其实跟你做的事情也很像 有 有点像我们 不是啦 我跟你学的啦 我跟罗志成合作 然后我们有一个罗志成光年的诗剧场 对 那我也长期跟陈一芝老师合作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遇见一首诗 这样的影音平台 对 那这个台北诗歌节我们都很期盼哦 那我们也相信你可以为这个疫情后 我觉得还应该是疫情后了吧 9月 带来一种诗的欢愉跟比较深刻的内涵给大家 那我其实我一直都在拜读你的一本书 叫新世纪台湾剧场 里面也是因为你身为一个剧场人 记录了很多在台湾各个大小剧团演出的一些剧 然后我喜欢看你的剧品就是你也不假的 不是一味的叫好就好哦 那很诚实 这会在写吗 因为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作品了吧 这十年来有很多新的剧 对 但是我其实 我大概我从2009年创了那个黑眼睛跨剧团 我之后写的剧品就比较少 越来越少 最后我其实是很有意识的 我就停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有点求援兼裁判吧 你一面自己在做戏 一面对别人品头论足这样 那我想这样好吗 那再加上因为我那时候参与 共同创建了那个表演艺术评论台 那我是第一届的那个驻站的评论家 所以那时候也大量的写作 但现在你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剧品人出现了 他们也都写得很好 那我就觉得我不要花这个心思 我就安心当一个观众就好 而且我们期盼你的黑眼睛剧团 会带来给我们带来更多很年轻的 有心意的剧场作品 我知道你最近有一个新欢 不能让我老婆知道 你也没有隐藏 你一直都表现得很清楚明白 其实在你这本跳浪里头的最后 就好几个地方都有表现了 就是爵士乐是吧 对 这是你最近几年来开始听的 其实大学时代就开始听爵士乐 但是就是跟所有的音乐都一起听嘛 什么电影配乐啊 古典音乐啊 流星音乐都在听 那最近几年因为 我50岁的时候呢 我老婆送了我一台黑胶唱盘 来当我的生日礼物 你的心真是啊 结果呢 他不晓得就开启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 我就开始听黑胶 那听了黑胶之后 我才开始发现 可能因为整个音响变好了 我才开始发现原来爵士乐用黑胶来听 超级好听 真的吗 那个人生之温暖 那个那些沙风啊 小喇叭之浑厚这样 我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听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东西 以前只是把爵士乐当成一种背景音乐啊 或者觉得好玩热闹的音乐 现在越听越听出很多的门道 觉得哇 这个声音 这个这种自由度 这种一面在演奏 一面在创造 等于是创作跟表演同时在现场发声的音乐 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真的 我也很喜欢爵士乐 而且以前我在趋势科技管理的时候 我常跟我们的同仁就说 我们趋势科技的组织呢 我希望它像一个爵士乐队 就是它是可以自由创作发挥 有时候这个人起来表演 有时候那个人起来 彼此之间的默契非常好 对 但是不停的创新 对 然后要彼此聆听 彼此沟通 对 所以我也是很喜欢这种形式 但是不过嘛 我们一般人听爵士乐 我也有黑胶唱片 黑胶机啊 去听嘛 然后常常花个 有时候一千多 有时候三五百块也就有一张 对 我们就去买 买个黑胶唱片 回来听一听嘛 但是有必要 就因此自己投入 去制作一张黑胶唱片呢 对啊 说一下 其实这张 爵士师灵魂夜 是在全台湾 就是所有的那个点上 都上架发行的一张黑胶唱片 叫做《爵士师灵魂夜》 其实呢 它有一个前身是这个 那个是什么 爵士师选 爵士师选 这也是你选的 对 这是我主编的一本 是黑眼镜文化出版的书 我看它是2020年11月 那也才不久前嘛 所以你真的是对这个新欢 这两三年来 非常的全新投入 对 那这本诗集呢 我就邀请了很多的 华语诗人 写了跟爵士乐相关的诗 同时也翻译了很多英国 美国跟日本的爵士诗 那由于 什么叫爵士诗啊 是说他都在讲爵士乐 还是说他的那个韵律 跟那个 那个结构 类似爵士乐的那个样子 你是行家 你把他的两个定义都讲了 是吗 就是呢 当然爵士师 它最早开始 可以说是 在那个beat generation 就所谓垮掉的一代 美国的大概四五零年代的时候 有一些诗人 他们非常喜欢爵士乐 那个时候也是 那个爵士乐 就是往那个beat pop 所谓刨驳风格 演进的时候 非常的激烈跟刺激 那这些诗人就喜欢 一面听着表演 一面念诗 那诗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那那个诗人 当然他 可能跟爵士乐的节奏 声音都有关系 那这本爵士诗选呢 里面呢 就两种诗都有说 一种就是 他写作跟爵士乐相关的主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在声音上面 他做了一些实验 对 那那个时候 为了出这个诗选呢 我就找了那个乐手 谢明燕 跟他老婆林李慧 还有一些 由他组织了一个乐团 我们在台北诗歌节 在南国曼都节 甚至在后来我策展的 人权艺术生活节 都有表演 那那个表演就引起了 非常多的回响 那谢明燕就说 哇这个音乐这么棒 我们要不要做一张专辑 所以就有这张专辑的出现了 然后我刚刚听到你讲 就说诗人一边读诗 然后当然旁边就有一些 爵士乐在演奏 那你知道我最近比较投入 金剧戏曲的制作或演出 那我就发现说 他们的乐队呢 是要随着演员的动作而打的 对对对对 那个金湖或者是古老啊 他是看着他的动作 跟着走的 那我们这个诗 爵士诗灵魂夜呢 是不是也是这个爵士乐 跟着诗的节奏 对没错 所以以诗为主角 因为我们都先有诗 但是呢 这个爵士乐就是像 那个编曲是谢明燕嘛 他会根据这个诗 去找到一个曲式 找到一个form 一个形式 然后呢 就跟乐手先讲好一些主题 然后就诗人一面三面的时候 他们就急性的跟着诗人的节奏 然后把这个乐曲完成 而且呢 这个诗人他在念诗的节奏 不可能每一场都一样哦 对啊 所以有时候他这个句子 高兴给你拉长了 那乐诗也就要跟着拉长 那就像爵士乐的演奏一样 没有两次是重复的 太棒了 对 所以这 你们发行了几张啊 可以问吗 我们是限量500张黑胶 限量500张黑胶 我想也是一个创举哦 就是把爵士乐跟诗合在一起 对 因为一望大家就是诗跟音乐的结合 通常就是来拿来唱嘛 诗就变成了歌词 但是在这里完全不一样 就让诗人用他本来的声音念诗 然后爵士乐呢 他可能会用音唱的方式 或者用演奏的方式 去跟诗人的这个诗声音做配合 非常期待 我赶快去买 只有500张 谢谢 谢谢红红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内容 诗 爵士乐 黑胶唱片 还有我们这几年来经历过的 种种事件运动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英文放轻松 我是陈怡珍 今天访问的是诗人红红 那其实我跟红红没有那么熟 许久以前访问过他一次 但是他是我很多好朋友的好朋友 比方罗志成啊 陈怡之啊 还有寒良路啊等等啊 那我一直都非常佩服他 因为他真的是台湾一道非常特殊的风景啊 他写的诗跟其他所有诗人的诗都不一样 不是那么罗曼蒂克或者那么甜蜜 但是也不是那么乡土或者是那么直白 他好像一个史诗一样 从很早以前呢就记录着这世界上发生过的 种种的重大的事件或者运动等等啊 那他在台湾呢也总是亲身参与一些街头运动 拿着一首诗上街头当众朗读 以这样子的方式来鼓舞那些参加抗议的人群啊 所以我觉得他很棒 而且这几十年来呢 大概每两三年总会出一本很好的诗集 然后记录着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他的自己 不同的年纪下 不同的感想 那今天带来的这本跳浪呢 还包含了他跟六岁儿子的种种互动啊 跟他以前有很多是属于社会诗 比较具有反叛性反讽性的诗都不一样 而是一种有时候有一点磁腹的感伤啊 然后当然他还有很多他的剧场的作品 还有他的剧本等等啊 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尤其我更期待他 把现代诗跟爵士乐融合在一起 出版了黑胶唱片 让我们一起期待 非常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